欢迎收看每周三月零 让我们一起回顾上周车传的最新消息 第一则新闻 Honda City 小改款大马开放预订 预计 8 月份就会正式发布 这款车有着全新的外观设计 并且 Honda 先行主动安全备备 将会增加更多的功能 预计 8 月份就会正式发布 至于这个价格应该会有细微的调整 原厂把 City EHEV RS 的车型 升旗成新的前后保险钢设计 有全新的 16 吋双色轮圈 后方保险钢则有这个扰流器 整体看起来更 Sporty 在动力配置的部分 这款车就和小改款之前保持了一致 根据官方释出 EHEV RS 车型 将会使用 1.5L 的 IMMD 混合动力系统 有着最大马力表现 107 HP 峰值扭力表现 253 Nm 的出色动力输出 另外 1.5L 的 IVTEC 自然进气引擎也会保留 而这一具自然进气引擎 将会有 119 HP 加 145 Nm 的动力输出 至于 Honda Sensing 的部分 顶配的 EHEV RS 车型 就新增了 Low Speed Follow 低速跟车的功能 支援 Stop and Go 的 SEC 还有 Lead Car Departure Notification 前车死力的功能 这里还收到消息 Honda Sensing 很有可能全车系标配 在小改款过后 新车同样还是会有 5 个车型可以选择 但是取消了 V Sensing 的版本 G2 代值的是 RS 汽油版本 那么对于这辆车的小改款 大家有什么想法吗?可以留言告诉我哦 第二则新闻 Honda Elevate 化身为全球车型现身日本测试 全新的 Elevate 是在 6 月份的时候在印度的市场 全球首发 时隔一个月的时间 它就在日本的高速公路商被拍到布满的伪装 正在进行道路测试 它的定位是一款 V Segment 的 SUV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表 这款车的车身尺码 会略小于 HR-V 但是轴距却比 HR-V 更大 和它比较接近的对手 将会是东南亚版本的 Toyota Yaris Cross 这款车的外观有着方正的车身造型设计 全车系标配 LED 头尾灯主 同时它还有大尺寸的水箱护罩和黑色的塑料防刮材质 另外这款车用了Dawton 双色的悬浮式车顶设计 并且还有天窗 至于在车尾 则是配上这个和 WR-V 几乎是一样的尾灯设计 那么在内装的部分 这款车的质感都非常出色 而中控台、门板、座椅都有褐色的皮革包裹 另外它还有这个 7 寸的 TFT 半数位化仪表 还有这个 10.25 寸的中控触屏主机 那么在引擎的部分 这款车暂时只会有单一的引擎选项 也就是这个和 City 同款的 1.5L 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满力表现 119 HP 峰值能力表现 145 Nm 匹配的是六速的手排 或者是 CVT 的无段速变速箱 另外这款车也有着 220 mm 的离地高度 应付马来西亚长长水灾的地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特别调教的悬调也能应付轻度越野的路段 加上这个只有 5.2m 的回转半径 让它在城市驾驶时更加轻松自如 东南亚版本的 Yaris Cross 很有可能在今年年末就登陆大马市场 不知道 Honda Malaysia 会不会也准备引进 Honda Elevate 来跟 Yaris Cross 打对台呢? 你们留言告诉我 第三个新闻 Tesla Model Y 已正式发布 Model 3 很快也要来了 Tesla 虽然已经正式来到我国 但是目前只有一款车型 也就是 Model Y 的车型 售价从马币 199,000 起 除了 Model Y 之外 根据我们获得的消息 原厂将会在 10 月份正式在网上开发 Model 3 的预定 不过一样也是要等到 2020 年才可以交车 只是目前还不清楚 原厂会引进了 到底是小改款前的车型呢? 还是引入小改款后的车型? 如果我们参考 Model Y 的定价 大马版本是比美国还要便宜 但是比中国稍微贵一些 所以因此我们可以预计这款 Model 3 的售价 大概会落在 160 千至 170 千马币左右 这样的价格真的是很值得 最近 Tesla 对 Malaysia 的汽车市场投下了个震撼单 这个 Model 3 的到来 我相信会造成的回应一定不比 Model Y 小 各位如果你已经订车了的 欢迎留言和我们一起交流和分享 各位在等着 Model 3 的你们也一起留言 看看有多少人同样的也在等着 Model 3 的到来 第四个新闻 吉利宣布投资 100 亿美金 打造 Dungeon Marlin 成为最大的汽车城 早在 2017 年 吉利收购 Proton 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已经把 Dungeon Marlin 的 Proton City 收入囊中 这几年原厂也在这里扩建了不少的 新的汽车工厂 冲压工厂 以及生产 1.5L 引擎的工厂 实际上这些工厂已经耗资了数十亿令吉 最近首相 NATO 市里安华 宣布了获得吉利控股的来函 该公司将会继续在 Dungeon Marlin 进行投资 并且投资额达到惊人的 100 亿美金 所以我们相信吉利控股将会把原本旗下的品牌 集中到这里生产 其中就包括了瑞典的豪华品牌 Volvo 还有吉利自家的高阶品牌领克 那么在吉利入股之后 Proton 已经陆续推出了 X70 X50 还有 X90 今年稍后也会有这个 S50 等新车 那么这一次的投资 多少也是会提升 Proton 的产能 对我们更是一则好消息 期待日后 Proton 和吉利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最新车型 最后的新闻 GWM Canon 长城炮大马的售价曝光 本地的 GWM 的经销商 曝光了长城炮的售价 从这个 127,800 马币起 并且表示他们已经开始接受顾客的预定了 他们有说已经有车是可以注册了 不过目前原厂是还没有正式发布这款车 官网上也没有看到关于这款车的详情 不过既然这个价格都已经出来了 原厂应该很快就会发布这款车了 它在马来西亚的主要对手就是 Toyota Hilux Michibishi Triton 还有 Ford Ranger 等等 在外观上 这款车的前脸有着大面积的水箱护罩 周围还有镀铬四条的点缀 并且它还有LED头灯组和雾灯 18寸的多伏式轮圈 还有 Chrome 的 Sport Bar 还有 3D 的 LED 尾灯 完全是不像一辆工作用途的皮卡 车内也有很多银雾色的四板点缀 它的科技配备也是给到很大尾 有着 7 寸的数位化仪表 9 寸支援 Android Auto 和 Apple CarPlay 的车机 并且还用上了电子拍档杆 还有带有 Auto Hold 的电子式的手刹车 另外还有 360 度的全景影像 加上这个电动座椅的调整 后排冷气出风口 还有这个 3-pin plug 的插座 整体的配备是相当的完善 在动力的部分 这款车搭载的是一具 2.0L 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配的是 ZF 的 8 速自排变速箱 引擎可输出最大马力表现 163 HP 峰值能力表现 400 Nm 0-100 持续 10.5 秒 这款车也有着 500mm 的涉水深度 马来西亚现在再大雨也不用再怕 虽然是一款皮卡车型 但是却有着很丰富的安全配备 像是自动紧细刹车 倒车盲点侦测 还有 SEC 主动订速巡航等等 它都有 那么这款车在中国 还有其他已经上市的市场 也有着出色的销售表现 那么不知道你们觉得这款中国皮卡 能不能够挑战 Hilux 在马来西亚的地位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OK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分享 订阅和按赞 我是CK 我们下一期再见 Bye